大家好我是丘子 大家好我是露露 是我们看来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那在香港的东铁县九龙汤站 就有一名女存客因为意外罪魁呢 还好他急紧躺在了这个陆魁中央凹凸的位置 所以没有被这个十字列车掌过身体 那事后呢是由担架来送去遗厌治理的 其实他不是跑过去 他只是刚好就是躺在那个轨道的中间 他只是刚好跌在那里 要不然的话他也是被那个火车给撵过去 真的是这个死神不要收他的命 那天使呢要救他一命 真的就是说人家说你就是命不该绝 然后联罗王也不想要收你的时候 你就真的是有这么多的刚好 是的那其实大家在搭火车的时候 我发现我每次在搭火车的时候都注意到一点 就是这个人呢很奇怪 他很喜欢靠近这个火车的这个轨道那里 他就走着走着他就会 他虽然有那个sign 可是还是很多人会无视 然后就走过去 为什么我没看到 我看到的都很 就是安分手机的 都是站在线后面 然后现在已经很多人 因为我们在外国的时候 他们都会排队 那以前我们马来西亚反而是没有这一种 就是习俗 这一种文化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可以看得到 其实马来西亚人也慢慢的在学习 就是懂得排队这件事情 就很像我们上厕所的时候 他们也懂得讲说 就是站在门口那里排队 而不是在那个洗手间门口排队 对啊 那这个算是怎么说 我们马来西亚人进步了吗 我觉得算是一种进步 至少给游客看到 原来我们马来西亚人 也是有一点就是道德 然后也是有一点规矩的 是 你知道其实在过往以前 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机场的话 或者是马来西亚商场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人 他们在厕所 马来西亚里面的人 在上厕所的时候呢 他们排队的话 都会选择 你就是挑你自己那个要的隔间 是 然后你就是看你幸运的话 你就先进去 那如果你不幸运的话 你要等很久 是 那新加坡人呢 他们排队的话 他们都会站在这个厕所门口 对 然后是根据 就随先到就随先进去嘛 但是呢 这个壁呢 就是会造成排很长 排到这个厕所门外 这样子 所以呢 你一进去这个厕所呢 你看怎么样的排队形式 你就知道 这个是谁先起头 是新加坡人先起头 还是马来西亚人先起头 如果是排到 这个是排到这个厕所以外的 你就知道 这个是新加坡人先起头了 可是现在已经很多 都是直接已经知道了 都会排在门 就是厕所的门口了 而不是隔间的门口 所以我也是觉得 这样子是比较公平的 而且我记得 有一次我去一个商场 他直接就是放一个 那个牌在那里说 在这里开始排队 哦真的 真的 哪一个商场哦 好像是 KLCC 哦对对 他已经是直接放那个牌 还在门口说 现在是这里要排队的 你不能够进去排队 哦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有效率啦 不过呢 确实 我们也话说回来嘛 在搭火车的时候 我们 做 我们的这个 作为乘客呢 其实这些 SIDE 你看是可能 它SIDEBOG 可能看是 是比较唠叨啊 你觉得不需要管理 不需要受理 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 但是 它其实是在保护 我们自己自身安全 你如果你要乘搭这个火车 你要知道你跌入罪魁 你被火车撞死 这个火车公司 是不陪你的 还要帮你收拾 你要想到多么可怜啊 你被斩成肉碎了呢 然后这些工作人 你还要帮你收拾 你觉得你自己过分吗 我觉得很恶心耶 因为已经是变肉酱了 对啊 就变肉酱啦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意外这种东西 是很难讲啊 因为 它掉下去的话 可能不是 它真的是走下去 可能因为人太多 是被挤到过去 嗯 是 所以呢 呃 大家走路的时候 也是要看啊 那也不要人挤人 因为 后来真的是 你看啊 这个真的是 还好死神 不要收他的命 那 这个天使要 给他一命 他才不会死耶 要不然 真的是非常的 哦 对 他有说 是因为他身体不适 所以他突然 隐一隐 就酿成意外了 他可能就是晕倒 然后就是 叠下的这个火车 所以呃 大家还是要小心啦 那呃 除了这个大火车 要小心以外呢 我们在吃大米的时候 也要非常的小心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在尼日利亚的消费者在 他们就 消费者部门 他们在最近的时候 就有查到一批 102代 就是一共 2.5吨的大米 那当局就有说 这一批大米 是非法的大米 而且是假货 然后他们开封的时候 居然闻到的是 很恶心的塑胶味 这个大米都 大米的塑胶味 这个确实是有点夸张 是 呃 这个是呃 根据BBC的报道是说 尼日利亚啊 官员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的 这个 粮食价格大幅上升 那家家户户都在半年货嘛 那不法分子呢 就希望在这个时候 把假大米投入市场 那呃 这批假大米呢 其实是被印上最佳番茄米的字样 那我们拆封以后 这个大米竟然是有塑胶味的 那煮过了以后呢 发现这个米变得更绵 不像一般正常的大米 呃 这个哈鲁 那就是这个官员呢 就感叹就说了 把这些米吃下肚 只有老天也知道 后果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过分耶 现在 因为你明知道这些食物 有时候一些商家 他们就真的是为了赚钱 然后他们就不顾 那一些民众的生命安全 嗯 你看你用这些大米 它看起来真的就是很普通的 因为他们就说 你看起来和摸起来 其实是跟普通的大米是一样 但是你仔细的去闻一下 你会闻到有塑胶味 就是闻到一些化学物品的味道 那你做这些东西 吃进肚子 我们都知道化学物品 吃进肚子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会死掉了 对啊 那你现在 你把它做成大米 大米是 人的主食 对啊 就是我们民众 就是要吃的 每天都要吃的东西 你现在这么做的话 你就是想要把这世界给毁掉吗 对啊 这个 在中国其实制造的假的 不只是大米 那我们之前所知道 也有鸡蛋 真的 也有油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中国 其实是不是觉得 这个世界的人量太大了 他要大幅度减少 所以开始制造这些假货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进行一个大屠杀之类的 他就在暗地里在谋杀你啊 暗地里在谋杀你啊 所以为什么人这么早死 或者是很多癌症啊等等的之类的 就是因为这些假货呢 就渗入了市场 就害危害了这个 我们的 危害了我们的健康 是 其实很多 有时候我们讲说 什么是 就鬼很恐怖啊 然后什么这个恐怖 那个恐怖啊 真正恐怖的是人类 真的 你没有发现 你要发现的是 可能你身边的那一个 就是危害你生命的那一个人 因为他们很多人 其实很多的商家 比如讲说你是种菜的 你不会吃自己的菜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放了什么下去 是 所以他们都会去买别人的菜吃 别人的菜吃就比较健康 因为他不知道人家放什么啊 但是你自己的 你明知道那成分是错的 但是你还是一样照卖啊 你就是为了卖而卖啊 所以他就不吃自己的菜啊 他就吃别人的 这个是非常的过分的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呢 它算是一个假货市场 所以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公司 在星期三的所有呢 已经决定把中国的网络交易市场 淘宝列入恶名市场的黑名单 理由是因为这个市场出售了假货 并且侵犯了知识产权 根据这个BBC的报导 就有说到在美国 以及其他的国际贸易团体 就只说这个淘宝 他们没有尽全力的 去打击这个假货 以及盗版产品之后 所以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公司的办公室 他们就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是说把这个淘宝列入恶事黑名单 这个其实美国这么做呢 我可以考虑到 我可以想到的是美国一般有政治考量 我觉得它是有的 因为它早前才被呛嘛 然后现在它就生气 被中国脱了这个前行期嘛 当然就是一般也是对 因为其实这个中国 它侵犯了这个知识产权 但是你要知道被侵犯的都是美国公司 那被侵犯的美国公司呢 好几场都在中国败诉了 所以美国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然后就对中国的淘宝 有一个制裁式的一个效果 虽然它其实也不能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 或者是什么 它也不能阻止人上阿里巴巴 还是什么网站 但是呢 对于阿里巴巴 极力要摆脱假货市场的这个形象 还有要在国际地位上 站一住脚的形象 已经是大大受挫了 是 因为其实这个淘宝 它曾经是在2011年的时候 就被这个美国贸易公司 就是列入了黑名单了 但是它很努力的 就是用在2012年的时候 它就做出了一些证据 就是觉得讲说 它没有就是做假货的一些事情 然后它就被拉下来了 但是既然现在四年以后 在今年2016年的时候 又被就是列为黑名单了 所以就是讲说 它这么努力 兜兜转转 还是抵不过政治考量 对 那这个中国呢 我们当然也知道 这个政治考量是 中国跟美国嘛 在交战嘛 交战的这个政治考量呢 多少都是摆脱不了的 那可是 有另外一点 我又要帮美国说话 可能要帮美国说话了 就是中国的这个假货 确实是 你也看到的 它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假货 确实它一直都在存在着 所以美国它其实这么做话 你也不能说它是 它应一把政治考量 它是无力取闹式的 把这个政治考量套用在这个中国 所以把中国这个阿里巴巴 放列入恶名市场的黑名单 但是阿里巴巴确实真的就是 假货市场啊 你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有很多 你不可以这样子把它定位哦 会被卖 真的 是确实是会 确实是会被卖 还是什么之类 但是我们自己也是看到嘛 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假货 我觉得你要 你当一个 你是一个消费者的时候 你就要很认真的去查清楚 你买的到底是不是真货 嗯 因为其实我们买淘宝的时候 它是可以有客服的服务的嘛 嗯 你就可以先问他啊 你可以先问他 然后 其实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看留言 因为很多 你可以选择性的其实 因为他的留言 有一些人 可能你觉得讲说 留言也可以是枪手放上去的 对 但是 有一些人是有放照片 他们拿到实货以后 他们是会把照片po上去的 然后就跟你说 有一些人是真的是骂的 真的是在骂 就说 这个衣服就是可能有异味 或者是衣服已经发黄了 或者是 衣服就是那个size不对啊 什么什么的 嗯 就 有一些真的是很中肯 我觉得你要自己去考量 哪一个留言 你要去相信哪一个商 哪一个店铺 你要自己去考量 而你不可以一味的去觉得讲说 所有在淘宝的都是假货 是 那其实这个也是有自己本身的考量吧 如果你自己买名牌货 你想要买名牌货 但是那个价钱便宜的离谱 大概也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你不可能用200块买一个香奈儿吧 对啊 所以马云好像之前就有这么说过 其实我们淘宝是没有卖假货 但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便宜的货 怎么可能会是真货